2013年发布的国家公路网规划提出是到2030年 我国国家公路网的总规模40万公里 其中国家高速公路是13.6万公里 普通国道是26.5万公里 经过各方努力 接着到2021年底 国家高速公路已经建成11.7万公里 普通国道通车里程达到25.77万公里 改革开放40多年来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公路交通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2021年底 我国公路总里程达到528万公里 路网规模已举世界前列 特别是高速公路里程位居世界第一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